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就在北京那裡主持召開了企業家座談會 在會上習近平就提出了 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新格局 到底這個國內大循環 到最後能否成功形成呢? 還是會使中國的經濟變成了糖水滾糖魚呢? 在繼續講下去之前 就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我們看看到底習近平 昨天在座談會之上大概說了什麼重點 他強調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 世界經濟低迷 和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之下 中國是必須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 充分發揮好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習近平還說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絕對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 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 使得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 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 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的可持續發展 實請習近平的講話有什麼重點呢 他點出了所謂國內大循環能否形成 關鍵在於擴大內需和出口轉內銷 究竟中國的製造業現在面臨著一個什麼困境呢 首先來說就是外貿訂單回籠無期 由於外國的疫情仍然相當嚴峻 經濟活動還未能夠完全恢復過來 故此復甦的進度遙遙無期 在今年之內外貿訂單能夠回復到往年水平 基本上就是辦不到 故此專門在做外貿訂單的廠商 他們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亦都要向國內市場埋手 故此出口轉內銷就變得相當關鍵 其次的就是專門做外貿訂單的廠商 其實自從80年代開始 都是用一種叫做兩頭在外 大進大出的營運模式來賺大錢 什麼叫做兩頭在外呢 就是原材料的產地和銷售市場都是在國外的 大進大出就只是說那些原材料是需要從外國大量進口 在中國進行了加工和裝嵌以後 完成的製品就大批地出口 到底這些中國的廠商是如何賺大錢呢 實情每一件貨品 他們能夠所賺到的加工費都是相當微薄 主要就是靠量來取勝 而這些廠商正正就是看中了中國的勞動成本 工資成本夠低這個優勢 但是今次的疫情 對於這些專門做外貿的廠商來說 就有致命打擊 在需求方面 剛才我們已經解釋了 國際市場需求就嚴重萎縮 至於在供給方面又怎樣 實情這些廠商就很依靠 從國外大批地輸入原材料和零部件 但是由於外國的經濟活動 比如說在工廠生產和物流方面 都仍然是部份處於停擺的狀態 故此在供應鏈那裡也是受到阻礙的 好了一方面需求又下跌 另一方面根本上供應也不足 所以這些廠商基本上這幾個月以來就吃百果了 故此他們就必須要謀求另外一個出路 就是出口轉內銷 其實在十二年前都是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在2007年的時候 就出現了全球的金融海嘯 故此就導致消費性的電子產品外銷訂單 急速地下滑 好了 當時大陸的商務部就想了一條計劃 是來提振來幫助這些外貿廠商 那條計劃就叫做家電下鄉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國家對於農民購買家電產品 是會給予一定的補貼 本來也是局限於四類的家電產品 分別就是採電、冰箱、洗衣機和手機 去到2009年的時候 就加大了這個家電下鄉政策的實施力度 將資助範圍擴大到空調機、電腦、熱水爐、微波爐和電池爐等等 而在同一年 大陸就在外貿企業混雜的深圳那裡 就是搞了第一次的內銷展覽會 而且效果都是相當成功的 由於國家在政策上積極地配合 故此這些外貿企業 他們就是能夠在全球金融海嘯的艱難時刻 熬得到過去 出口轉內銷這個大計 也是在當年成功了 但是來到2020年的今日 同一條招能否顧忌從施 橫漢就是內部需求能否支撐得來 實情這些外貿企業 無論在12年前或是今天 都是面臨著一些相同的難處 比如說 根本上 他們就是沒有一個內銷的銷售團隊 故此 他們只能夠是靠國家政策的積極配合下 才能夠完成出口轉內銷這個大計 另外 由於這些品牌在國內的認知度不足 其實都沒有人主動去買他們的產品 因為他們做得外貿多數 其實就是代工廠 就是掛著其他國際大品牌的廠牌來生產 但是當他們營運自己的品牌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人認識 而且國內的市場都已經開始接近飽和了 究竟這些企業能化是一杯羹 還有 在資金需求方面 做外貿訂單通常是接到單以後 人家就已經下了一大筆的訂金 但是在大陸銷售就不同了 大陸就採取一種辦法 叫做 叫做 撕銷的模式 即是說 先拿了批貨回來 然後只拿去買 賣到錢以後 那條數就慢慢退回廠商 故此在資金需求方面 一定是比起做外貿訂單是為之要高的 因為你本身就要生產了一堆東西出來 而且還要窄數 賣到才給你錢 若然是賣不到 那件貨一直窄在銷售單位的時候 直至他決定要將那件貨品打包送給你為止 故此 簡直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市場規則 到底這些外貿廠商還有沒有那麼多錢去頂 就是另一回事 那究竟擴大內需方面 又能否成功呢 如果只是看數據的話 似乎中國的消費市場有排都未曾飽和 因為就住居民的消費來說 GDP的比重只是佔了39% 遠低於美國的69.5% 印度的59.1% 和日本的56.3% 即是說 起碼還有一成半的空間給他增長 但是實際上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大家都記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今年年中時才說過一個數據 就說中國有6億人口 根本上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 有9億人口就是2000元人民幣以下 如果單靠9億人口 都莫說擴大內需 就算能否撐起原有的內需也成問題 實際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頭 推動消費增長的 並不是這群9億人口 而是在城市裏面相對高收入的群體 即是說 當年鄧老先生所說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就是那一部分人推動 比如說他們去買房地產 大陸叫做商品房 又或者去買車 但是在過去這十多二十年以來 要買車要買樓的人 基本上他們都已經是買了 相關的需求已經是見頂 如果你說要在這個階段裏頭 擴大內需的話 到底這群人還可以買些甚麼呢 而且經濟又下行 就業情況又似乎危危附 所以這群人根本上 他們就不會怎樣再去消費了 若然你說賺9億人口 十年之前就已經買了很多家電 而且這些家電還要是由國家來補貼 如果今年又搞的話 國家還有多少錢去補貼呢 如果甚麼都要靠國家補貼 那些人才肯去消費的話 換言之本來這個市場需求就是不存在 故此在今年能否故忌重施呢 我就相當之懷疑的 而且李克強總理 他本來提出了一個 都比較實在的建議 就叫做地攤經濟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 似乎已經無疾而終了 又玩完了 那究竟有甚麼具體的方案 是可以促進到擴大內需呢 暫時真的不見得到 這個所謂國內大循環 究竟能不能成功建立得到呢 或純粹是糖水滾糖魚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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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